刚刚看过了U5 245K 它在没有超线程的情况下 多核的线程打平了i5 14600K 并且单核性能是超过的 那么CPU确有提升 那再看一下U9 285K 8个大核16个小核24个线程 就没有超线程 这个CPU预示的一段时间内旗舰CPU的表现 加上英特尔的品牌力 此刻还没上市 CPU就已经比较缺了 我们不能以我们小圈子的认知去揣多用户 大多数普通用户还是更认英特尔一些 配置如图 这不是我们要卖的配置 是我们演示的配置 主板是一个七彩虹的Z1890 布满的散热片 5个MR硬盘位 显卡有一点特别 是微星的4080S大神 是正反转的风扇 散热器在行家里面 是一个高端系列海神360 重点是看CPU的表现 大多数环节会略过 风扇的转速 可以用iGAM的控制台来设置 机箱对风扇的光效 也可以自己设置 CPU一共8个大核16个小核 2G缓存40兆 3G缓存36兆 对应上一代的CPU的核心规格 就是i914900K 但是少8个大核的超线程 你数CPU的框框 i9是32个 U9是24个 内存和缓存3G缓存比较高 老板鲁达斯跑分 29万的CPU的跑分 107万显卡 6.1板鲁达斯CPU139万分 这个跑分非常有意思 223多核是41900 这个跑分基本上打平了i914900K 问题是它线程数少了这么多 还能打平的确实有进步 MD的9950X高4% 那么就跑分而言 这个CPU不是目前家用CPU里面跑分最高的 U5 245K低41% 其他的差异 你们自己看一下 单核非常好 2413 是我有记录以来最高的CPU i914900K低3.4 U5低7.7 MD的旗舰CPU 9950X低9 其他的跑分 你们自己看一下 再跑一下3DMark CPU的跑分17000多 显卡很高27000多 4090D高分24 7900XT低分3 7900XT高分12 这两个7900都还可以新加 其他的不同差异 你们自己看一下这张图 格式工程转换视频 纯CPU的模式 CPU的频率很好 4.8G左右 并且所有核心都已经满载了 51秒完成 你要知道这不是测试软件 测试软件有可能给你来一些所谓的优化 这就是用CPU去傻傻的转视频 51秒是目前最快的速度 包括跑分更高的9950X 还慢了11% 其他的差异 你们暂停视频看出张图 剪音剪辑视频 CPU占用很低 显卡蛮载 19秒完成 这个速度超级快 不过快是因为显卡跟CPU几乎没关系 AI绘图100个图 显卡占用百分百 CPU占用百分之十几 最快的一次是141秒完成 那就是1.4秒一张图 1万多行电子表格转换字体 CPU频率很高 5.2G左右 37秒钟速度很好 不过AMD的9700X快一秒钟 单烤CPU刚开始280瓦 大小和频率5.3和4.6G 航家水冷温度倒是压得住 最高的核心90度 环境温度25.1度 插线板上423瓦 单烤了26分钟 大小和5.3和4.6G 300瓦 个别核心在98度 大多数核心在88度到94度之间 双烤时插线板上700瓦左右 那么1000瓦的电源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叠加了显卡的温度 CPU的部分核心会瞬间到102度 单烤显卡在2.1G左右的频率74度 显存很低只有62度 打开抗锯时以后 显卡2.7G的频率 开始跑游戏黑神话悟空4K的最高画质 就隐私级画质 注意超采样是75 DSS开 倒是要提一嘴 游戏中的功耗并不高 CPU的频率在5.4G左右 50几度 显卡的温度也还好70几度 平均77帧 可以玩没问题 这类3A游戏体现不出来CPU的性能 用很便宜的7500F 也差不多是这个帧数 之前用9900X跑过 也和这个帧数是一样一样的 CS2 1080p的最低画质 阴影最高 这种小游戏可以看出来CPU的差异 589.7帧 帧数非常好 是目前已经跑波的帧数最高的配置 绝地求生4K的三极致的画质 注意是4K 这也属于是网游 4K的画质明显好 永结无键4K绝地画质 抗锯时以后期最高 这个游戏里面跑步蛮神的 这个没办法 5位7元2K的最低画质 4K的最低画质 坦克世界4K的最高画质 现在用的是核显 核显是64EU和245K是一样一样的 6.1版的鲁达是核显17万分 5.2版的鲁达是核显8万分 3DMark核显的跑分是235 稍稍高于U5的核显 MD的780M高39% 笔记本的U5高50% U7高70% 这个核显只能说相较于上一代才是极有巨大提升 但是和笔记本的核显还是有明显差距 再看一下5位7元的2K 最低画质 增速在200左右 1080P的最低画质 增速在300多一点 坦克世界1080P的中画质 100帧左右 操作感受没问题 比较更爽 还是格式工厂 这回能用核显加速 核显的占用百分百 CPU的占用在30%左右 27秒完成和U5是一样的速度 4070Ti的独显也只快一秒钟 英特U7慢22% U5慢26% 最右边特别慢的是荣耀的U5 慢了一倍 U5245K 我上一期的视频最后的总结是持反对意见的 首先是U5CPU贵了 比同样性能的I5贵了600块钱 其次是U5还要配1000多块钱主板 又贵了几百块钱 就非常不值得考虑这个U5 因为我对U5性价比的不认同 所以也没上这个U5的配置 今天的U9 首先性能是打平上一代的I9 和最新的MD的9950X互有胜负 至于单核性能强 其实大多数用户是无法感知的 然后是功耗高 你不得不买贵的主板 所以像U5不得不去搭配Z890 这种不合理的搭配也就不存在了 关于玩游戏 CPU的表现根本不要考虑 因为你玩游戏 你根本不需要这么高的CPU 不要买它 你就买一个便宜的7500F 9600X 包括7700X 7700都很好了 这个CPU就是用来干活的 加上英特尔的品牌力加持 小众人群的CPU 这个CPU我还是不上货 等后面价格合理了 会上的 这些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呈现 关于机箱其他的配置 包括显卡4080S 我们都有闲货 也有不同的其他的配置 你们可以具体关注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索页 所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做中文的中正电脑 就这样 拜拜